餐桌上擺放著花生、地瓜、南瓜跟豆腐等食材 青年在立法院前圍坐一排 以預備受難地球最後的晚餐儀式 響應瑞典16歲環保鬥士Greta Thunberg 號召的全球串聯氣候活動 前來參加的中部平埔族青年聯盟執行長王商毅說 過去原住民族傳統食材是最天然的 可以有效維持生態多樣性 讓人類與山林共存 或者是種子的多樣性都可以用平衡的方式保存下來 其實對於我們未來的面對氣候變遷 或者是天然災害的時候 萬一我們的土地都無法再耕作那麼多樣的植物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的保種對我們未來其實是非常關鍵 也有小林村的青年北上響應 表示小林村是因風災加上人為月遇飲水工程的疏失 對土地造成傷害才會讓小林村整個消失 那我希望我們這500多個親人跟家人的生命不要這10年就被遺忘掉 我希望很多人可以去正視這500條的生命 或者是說加上納馬下的南沙魯的竹人跟桃園區的竹人 我們我們上市的生命可以喚醒大家對土地議題的重視 發起響應行動的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成員提到 目前人類依賴石油的糧食生產方式 導致排放23%的溫室氣體對環境產生劇烈影響 到時候的石油危機會讓我們有錢也吃不到飯 也吃不到任何的可以微生的食物 所以反而是原住民小面積 用自然的生態的小規模的農業方式 是最能夠幫助我們糧食安全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希望藉由最後的晚餐一室 喚起更多社會大眾重視環境議題 共同維護山林保障生命安全 原始新聞結果無奈一故立法院採訪報導